阪谷正太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说起爸爸经 脸上洋溢着幸福感 尽管孩子们还要很多年才会长大成人 但阪谷正太已经开始关心这件事 日本政府计划从2025年起 为有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提供免费高等教育 如果计划通过 阪谷正太的孩子们就能受贿 根据官方数据 在日本养大一个孩子 基本开销包含社交补习班等 加起来将近新台币630万元 专家建议补助对象应该扩大到所有家庭 因为日本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家庭 符合政府设定的补助资格 不少日本人则是认为刺激生育 还是该从源头开始 让劳工更自由 减轻工作压力 自然会更有余力培育下一代 台新闻张力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